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劉振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黑糖糕 其实这个主题是 我们在中班期贸的时候 就是要过年之前 那因为我们班上有个小朋友 她叫做千千 她带来了他们家餐产店 她就带他们家 就是那个黑糖糕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那因为我们在 就是在那个时候的 那个学期我们的主题是 圆 那那个时候我们 因为就是那个主题 我们配合我们小朋友 做过很多跟你们相关的食物 吃的圆他们有做过 用水饺盆做披萨 然后用平底锅去煎那个臭牛皮 所以他们觉得说 那那个黑糖糕 今天你们家会卖 那其实我们觉得 那个没有什么难的 我们也会做 就是面粉拌黑糖拌一拌吧 然后就可以 真一拌就可以变成黑糖糕 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他们吃的时候 就是孩子之间 就有这样子话题 那我就把这个放在心上 那接下来就是过春节 那春节过后 年假过后 我那个时候就在春节手心里 就在谈算 我说 那这样子的主题 到底会带给孩子 什么东西 那可以让他们学习到什么 我就想 其实这个主题 除了说是 跟在地有关之外 那我觉得在 制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去 有身体 身体技能的部分 还有他们一定会去讨论 会去探究 因为我们知道 我知道说 非常高 怎么会是像他们想的 这么简单 那就大家都会做 一定是有他的 关键东西在里面 那孩子一定 就会去探究到这个问题 就会一定会去探究到 然后他们就去学习到这个能力 还有在试作的过程 就会有实验的精神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主题的可行性 其实是OK的 所以在开学的时候呢 也就是带来了非常高 还有带其他的一些高点 但是我想 孩子平常受到的视觉刺激 是很多了 那我那个时候 我就让孩子 先把眼睛蒙住 让他们先去闻 闻就是闻我带的 那样东西让他们猜 去闻 去感受 透过嗅觉 去感受一下 每一样食品 给他们的感觉 然后他们去说说看 那之后 眼罩拿掉之后 让他们去闻 跟他们刚刚闻的东西做对照 之后才去尝 然后也要让他们去说出说 那你们吃到的东西 每一种东西的感觉 口感 跟你闻 跟你看 的那种感觉 就在你闻上 让你表达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是大班 然后去表达 那他们还是觉得说 黑糖稍微就是 就是很简单就是 就是只是黑糖加面粉加水就可以 因为他们平常看食谱啊 有些小朋友家里有食谱 那他们就去看到 但是食谱上面都是做法 就是文字叙述 材料也是文字叙述 那出来的图片就是成品 那他们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你要把 就是做法材料 都要去写下来 或是记录下来 他们就跟我反应说 老师可是我们也不会写啊 我说那你们可以用什么 用画的啊 对不对 他们就说可以用画的 对 那图像记录呢 语说明也是语为语为的 所以他们就用画的 你看他们就画出来 就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子 就是黑糖啊水啊 然后面粉这样子 那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觉得说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黑糖稍 是一块一块 就是切得很整齐啊 可能我们自己切 没办法切那么整齐 所以可能还要再经过机器压 就是我们看到的黑糖稍 画一个黑糖膏 就是经过机器压的 这边是面粉 黑糖再加的过程 然后经过这一台机器 制造出来 黑糖稍就是这样子 一块一块的 他们就这样子 就画出来 这样之后 他们就急着想要做个 他们就急着 一直急着说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做黑糖稍 可是我想说 你对黑糖稍到底了解多少 那黑糖稍是我们朋友的名产 那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所以我们就先去查资料 原来黑糖稍 他其实一开始 并不是我们朋友的名产 他是在日本人 他引引到我们朋友来定居之后 去研发出来的 所以他刚开始的名称叫做 油球膏或是霸刀 那他的原作人 也不是我们朋友人 是一个日本人 叫王八的 对 然后他就是我们彭武的一个 叫陈拱元的先生 他去拜这个 我们八座师傅 然后去学 学了之后 他才把他 后来日本人就是回走之后 他就把他发营光感 最后就把他变成黑糖稍 变成我们彭武的迷彩 我们就先去 让孩子先去了解 不要说就是黑糖稍 好就是彭武迷彩 那他到底成什么地方来的 为什么会变成我彭武的迷彩 我们就先去查资料 让孩子了解了这个之后 那他们还是不是就不值得要做 那我就说好 那你们就按照你们写的材料做法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 所以我们就分组进行 就总共分了三组 他们就开始就是 面粉加了黑糖加了 然后水呢就自己多亮 有个小 有个姐皮就是真的加了很多水 这个组织就是加很少 可是他们就自己决定 这样子可以 这样子可以 好那就这样可以 你就把肉炒完之后呢 我们就说 那我们要给那个 是用煎的吗 还是用煎的 还是怎么让它可以熟 可以吃 那我家里就想到那小天 因为他们家有工厂 所以他就说 应该是用真的吧 所以那我们就说 好那我们就用真的 所以我们就带个电锅 就用真的喔 我们就是去厨房里面 建了很大的电锅 就用真的 这是他们柔成的 就是他们各组 柔成的面团 那完成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那每一组的颜色 都是深浅不同 因为就看他们家的黑糖 过汗上 那完成了之后 当然就要试吃喔 可是试吃的结果呢 他们发现 欸 为什么跟千千带来的黑糖糕的口感 是不同的 那我就问他们说 对阿 为什么会不同 那其实 呃 我们班的小朋友 他虽然 他们家做黑糖糕 但是他其实他也没有去工厂 实际去了解或材料什么 所以他自己也不晓得 他只知道说是用真的 那我就问他们说 那怎么 那你们这样子 会不会是 就我们就开始经过长长的讨论 那小朋友就说 可能是我们做的面团太大吧 就是一次真的量太大吧 我们这一次要不要 就是每一个人用一个小碗 一人做一个 那是我们第一次 分组的时候 黑糖糕做失败的 那第二次的时候呢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干脆个人做个人的好了 成败自己负责 好 材料在那边 你们自己去调 那做不好了 通常都是长厨的那个人 做的那个人 好像要背负 比较大一点的成败 好像做不好 就是他的错那种感觉 所以这一次他们就决定说 个人做个人的 一人一个碗自己做 那一小碗做出来 好与坏就是你自己要辞职 你自己要去承担 所以这一次呢 第二次做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一人一碗 然后自己就去种材料 自己做 再一次呢 再做一次 那坑想而知 一定也是失败 对不对 那做得出来呢 他们吃起来还是觉得太硬了 他们跟我反应就是说 为什么 先进带了黑糖糕吃起来 是QQ的 软软的 那为什么他们做出来的黑糖糕 是硬硬的 我就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会做啊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那你们觉得为什么 那开始做的 小朋友就会 就会开始想 他们就说 欸 就是跟旧之面就做连结 他们说 会不会是 因为我们之前做披萨的时候 用到那个水饺瓶 我们有用太白粉 就是太白粉在底下 比较不会那么一点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说 会不会是 不是用面粉啊 有可能它是黑糖糕 它很特别 所以它不是用面粉 它有可能是用太白粉 或是玉米粉 或是其他的粉这样子 他们就说 所以我说 我也不晓得 但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呢 我就照他们所说的 就去买了玉米粉 太白粉跟地瓜粉 就再来试做一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之前有融入很多面团 那剩下的面团呢 我觉得丢弃也很可惜啊 所以我就把它用一个罐子 就叫小朋友一个罐子 一个塑料罐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就放在这个罐子里面 那你们如果到美老区的时候呢 我们分区的时候 分区活动的时候 你们就回到美老区 这个面团也可以留下来做 当作美国的创作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去创作了一些 一些作品这样子 就小朋友就是在美老区 创作一些 这是我们学区七十之后的活动 因为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接下来就是会有观影性 那这就是用太白粉 用玉米粉 这一次他们更聪明了喔 他们说老师 用一点点就好 先试看看 如果成功了再试多一点 所以我们就真的 每一种都用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就下去试 结果试出来呢 一样啊 就是试出来 这是面粉 还是一样失败 这是我们第三次失败 小朋友都哀声撇音 就说 唉 怎么又失败了 我就跟他们说 没关系啦 那个成功员喔 他那个时候在做好吃 做出这个好吃的黑糖糕的时候呢 他也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耶 然后才成功耶 才变成我们彭宏的名产耶 所以你们才失败三次 有什么关系 你们就再想想 还有什么方法 或者是呢 你们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那其实我知道 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他没有加发粉 还有比例问题啊 都没有啊 但是我就想 就鼓励他们说 就是在想想 然后再看看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 还可以再刺激多一点东西出来 所以我没有马上加入我自己 给他们正确的知识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这样子 那后来呢 就是这样之后 其实他们就一直在 就沉急下 因为他们觉得 已经挫败三次了 该想的也想啦 面粉 就是粉的问题也想啦 然后也不是量的问题 不是大的跟小的啊 那怎么会这样 所以他们一直就在想 这个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罐子里面 还有他们做的作品 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那一阵子 我记得是 就是下雨 常下雨 就有一天早上 大概三四天过后 有一天早上 小朋友们的时候 发现 诶 怎么他的作品发霉了 结果他作品上面有 不乖乖乖的东西出现 对 他们就发现 结果他们就问我说 老师那是什么东西 那有个小朋友他知道 他就说 那好像是霉菌耶 发霉了耶 然后他们就开始用放大镜 去看 去观察 而且把霉菌也画了下来 有的是 有的观察到霉菌上面 是有点白白 有麻 有的是 这样子一点 就是一点点黑黑的 小朋友就把它拟人画了 他说这个就是霉菌 然后他手上就是拿着武器 要进攻我们的食物 进攻我们的东西 他们就把它拟人画 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然后又觉得 小朋友的创意真的是无限 竟然有办法把霉菌 画成这个样子 那想象力真是丰富到十足 那我就想说 这也何尝不是一个小主题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走黑糖糕 而且呢 我就马上也想到 我想说 如果让孩子去发现霉菌 去观察霉菌 去走一个小主题 霉菌这个 那我觉得其实可以 所有的黑糖糕做一个年纪 就是 可以去黑糖糕的保鲜 就是你 如果我们要用 不用防护剂通用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 可以让它去连结做保鲜 但是我当下是没有说的 我在想说 孩子到最后 会不会自己去发现 他们制作的黑糖糕 有制作期限 为什么要制作期限 因为就是预防会发霉 要保鲜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没有说 但是我们就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班上就同时有两个议题在进行 一个就是发霉这个霉菌 一个就是黑糖糕 那霉菌这个呢 后来我们又去查资料 发现说 为什么会长霉菌啊 原来就是温度潮湿 还有就是营养这样子 都会让霉菌产生了 那我们就说 那是这样子吗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不要来观察看看 为什么我们的作品 放在教室里面会发霉 那有什么东西 放着不会发霉 或者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它比较不容易发霉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把它分了四个 我就问小朋友说 那你们觉得这鞋 他们就说要放在太阳底下 还有放在冰箱 因为他们通常 我们家里一般的保鲜 就是放在冰箱 我们就说放在冰箱里面 好像很不容易发霉 我们家那个蛋糕放在冰箱里面 好多天都不会发霉 所以我们就说 好 那我们就有一盒是冰箱的 那有一盒呢 用在这里就是长下雨 他们的经验到就是说 长下雨潮湿 因为美食也喜欢潮湿 所以就比较容易发霉 所以一个就是 每天都把它喷水 喷水的 它会不会发霉 那一个就是放在藏管底下 那小朋友呢 他们就决定 每天都要去观察 这就是他们的观察记录表 他们就开始观察 每天一个人负责 从一号开始 每天要负责去观察 而且要做记录 然后要把日期给写上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大班了 大跟上学期 他们已经OK可以写 然后就每天把日期写上 那他们还有说 老师那星期六跟星期日怎么办 那我昨天跟他们说 没关系 那星期六 星期一我们就要 星期一的小朋友来记录 因为就是我们都放在家 那如果老师有来的话 老师可以帮你们看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挑拨 这样子 他们也会想到说 自己放假没有办法 观察到的时候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开始 每天去观察 在这四个状态之下 在这四个状态之下 什么时候 黎菌会最长的出来 那在这个的同时 其实会看似黑糖膏 已经沉寂下来 其实没有 那样子的主题 已经在孩子的心里发酵 而且他们也都一直有在思考 有在思索 有在去想 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黑糖膏做成功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回去 会跟他阿嬷谈论 因为阿嬷会做发酵 我记得他生日的时候 是阿嬷自己做发酵来分享的 所以他就回去问阿嬷 那阿嬷就跟他说 他就跟阿嬷问 阿嬷就问他说 那你们是怎么做黑糖膏呢 他就说阿嬷就是加 那个黑糖跟水跟面粉 阿嬷说 你们怎么没有加发粉 所以他就跑来跟全班讲说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我们就是没有做发粉 所以才会失败 哇小朋友一听 天啊 那种做的那种 心又重新燃起来了 可是呢 他们这一次喔 又聪明了 他们不做 他们说老师你做 他们叫我做 因为他们觉得 就失败了 反正就是我是 我是抄抄子 我就是要付比较大的责任 就对了 但是我要听他们的指示 就对了 那我要买 我就说好 那我去买发粉 你就买一班房间 发粉 那就按照他们的指示 喔 这样做不到 够了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比例没有进来喔 就是按照他们 他们说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够不够 够了够了 这样子调够不够 他们说够了够了 我就停手 做完之后 这就是成品 这就是半成品 那这个就是正品 感觉上好像比前面的漂亮多了 我们做四次 他们觉得成功了 全班欢声雷动 高兴得不漂亮 觉得成功 我就说 欸可是我觉得你们有点像是那个老王卖瓜 我们成功了 可是不见得别人会觉得我们成功了 我们要不要请学校的老师啊 或是园长来帮我们品尝一下 然后讲评啊 是跟那个千千来拿来的那个黑糖包的口感 他们在外面买的口感有没有营养啊 所以我们就去请学校的老师啊 园长啊 那个阿姨啊 来品尝来讲评 他们吃了 有的老师就真的实话实说 因为真的没有套好 他们就说 我觉得你们还是有硬了一点 那对孩子来讲喔 呃 一折一洗 一折一油 因为他们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然后不会那种那种喜悦的心 好像就会被别人 给浇了一点冷水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 才会让他们有想要再继续的那种动力 就浇上一点冷水 如果老师们都觉得他们很可爱 然后就说成功了成功 那他们就会觉得这样子就OK了 那因为就是刚好有那几位老师 就会跟他们说 我觉得你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就再告诉他们 然后说好像有点硬喔 你们要不要再试做看看啊 就让他们更有动力往前 因为成功 然后又还在成功当中 一点点快接近目标 他们的动力就会更大 那我们就继续 他们就觉得还要再继续做 那就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观察的记录 发现第四天 小朋友来学校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轮到那一天 那个小朋友要观察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就会特别早一点到学校 因为他就是这样 他们就会觉得说 再等再等 一天都没有喔 第二天都没有喔 第三天也没有喔 所以轮到谁的时候 他们就会急着想要看 第几天会发霉 第四天 那个小朋友来的时候 发现 真的耶 发霉了 第四天 那个小孩好高兴喔 一个来 一个同学来 他就赶快跑去门口迎接 跟他说发霉了 一个来 他就赶快跑去门口 跟他迎接说 赶快来看 那个面团发霉了 就好像是他发现这种大事 就不得了 所以就第四天 你看这个发霉 他的记录就是在旁边 黑黑的 那 后来他们发现喔 在室温底下的 是在第七天才发霉 可是在太阳底下 跟在冰箱底下的 一直都没有发霉 尤其是太阳底下的 不但没有发霉 还硬掉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知道 欸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澎湖 会有很多保存的东西 什么花菜干啊 高粒菜干啊 他们就会做连结 就是喔 原来就是这样子 带成干把他水分拖掉之后 没有水分 霉菌就会不喜欢 因为霉菌喜欢的三大条件之一 就是要潮湿 就是要有锁 所以就这样子 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连结 那后来我就带他们 因为我想说这个时候 我应该要插进来了 因为我们已经离成功不远了 所以我就想说 但是我说话的时候了 我就放了带他们到我们 我们叫我们学校的读书室 那放阿基斯做甜点的影片给他们看 那在看的当中 我也跟他们提醒说 你们要仔细看喔 给人家要看看 阿基斯爷爷他做的甜点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们就看 欸有一些孩子真的喔 影片我们看到两支影片 一个是他做蛋糕 又是他做甜点圈 完了之后我们就放上糖 我就问他们 你们有没有去注意到 阿基斯爷爷做甜点的时候 跟你们有什么不一样 就有小朋友说 他用杯子凉 而且他有汤匙 还有一个小朋友说 阿基斯爷爷有说到 比利 重点来有 比利 就是比利 对 我就说真的吗 所以我们这两样都没有吗 你们想一下 你们从头到尾 制作的过程当中 包括老师帮你们做的时候 你们有跟我说 要多少水 多少面粉 多少黑糖吗 他们都说 没有欸 我说 喔 那我们来 他们就过 我就说 那不然我们还要再去什么地方 找比利 真的是像阿基斯爷爷这样子吗 我们要多找一些证据 那最近的我们就是去找 我们的水防案 我们就到我们上去 我们的厨房阿姨 问他 煮饭需要比例吗 是不是有比例煮出来的饭菜 比较好吃 是不是有比例煮出来的饭菜 会比较不一样 结果阿姨就告诉我们说 当然要啊 你几杯米就要几杯水啊 如果你没有几杯米 没有几杯水 那你有时候可能会煮得太熟 或是像西饭一样 那有可能有时候可能会煮不熟 所以当然要比例啊 还有啊 阿姨就说 还有啊 阿姨每天要煮给你们吃的菜啊 一百个小朋友要吃几斤菜 阿姨都有帅 然后增加十个小朋友 我要再做多几斤菜 这就是比例啊 他们就学到了比例 哦 原来这就是比例 那他们就说 哦 好 那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知道自己 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就是比例还有发股 他们就说 老师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做黑糖糕了 我说可以啊 当然可以来做黑糖糕啊 那我们要做黑糖糕之前啊 老师觉得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要去参观一下 因为我想说这个时候应该可以了 因为从头到尾 那时候也快要接近期末 我可以开始给孩子一些 加入一些正确的知识 给他们一些比例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那黑糖糕有这些秘密 就是你们说的比例的秘密 那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的比例到底要多少 他们说不知道耶 不知道耶 那我本来是想说 其实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说 我们要不要再按照比例 就是从头再试做一次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翻那个千千 因为已经快期末 他就说老师 你们可以去参观我们家的工厂 那我们的阿姨 我们的阿姨会做 就说我们的阿姨会做这样子 可是我们小朋友 不想去参观他们家的工厂 他们想要去参加那个成功源 就是他们家的工厂 原创的他们家的工厂 他就说想要去参观那一间 我就说好啊 那我可以跟你们 老师可以帮你们联络这样子 后来我就帮他们联络到 那他真的愿意就是 让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工厂 这样子 所以我就排定了那一天 那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去你们要问问什么 问阿姨什么 他们就说问怎么做黑糖糕喔 我就去问这么一句吗 你们要先把它记下来 你们打算问阿姨什么问题 不要去到那边就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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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回来 你们还是不会做啊 我们又不是要去看阿姨做黑糖糕 我们是要去问他们 怎么样可以做出好吃的黑糖糕 还有问他们 你们是怎么做黑糖糕 你们才可以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们会失败 所以他们就去拧了一些 准备要去的问题 有一个小朋友就说 我觉得那个阿姨 他一定有秘密武器 就是做黑糖糕的人一定有秘密武器 才会做得那么好吃 我说好啊 那你去的时候你就问嘛 你把它记下来 那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阿姨说 阿姨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这样子 那所以他们每一个人 就去拧了一些问题 那我就说 那你们去问的问题 谁要记啊 老师没办法喔 老师年纪大了 头脑不好 你们说那么多 那阿姨讲那么多 我没办法一下子记下来 那因为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大班 而且他们一开始就用 我就告诉他们说 可以用图像去记录去说明 所以他们就 选了五位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是平常 在班上画的就是画得还不错的 他们就选了这五个 他们要负责去做记得 就是当场问问题之后 我们要自己在现场记录下来 简单的记录下来 这样子 那我们就排病的那一天 就去了 那去孩子都很淡刀直立 去就直接问了 阿姨 他们遇到阿姨 我就迫不及待又问了 那个阿姨就说 等一下啦 让我先把他们的工厂介绍一下这样子 那介绍完了之后 介绍完了之后 他们就开始问了 他们就说 阿姨那你做黑糖糕 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 那阿姨就说 那当然有啊 他们就说 哦真的有耶 有秘密武器耶 那他们又问说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做的好吃呢 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想到了 为什么我们失败 因为我们有比例 对不对 所以他就问了 他说阿姨 那要不要比例啊 你们做黑糖糕要不要比例 阿姨就说要 不只要比例 而且要黄金比例 哇 他们一听 天啊 黄金比例耶 我想他们大概没有什么黄金的概念 只是他们觉得 两个字 变四个字 应该是更值钱啦 听到一个金 所以他们就想说 哦 黄金比例 阿姨说的耶 所以他们就请阿姨交谈 那阿姨当然就是 不过我觉得阿姨应该有唱成功 因为我们回来做的口感还是 差房间外的一点点 对 那阿姨应该有加香药 因为我觉得房间的香药比较大 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黑糖糕 黑糖的味道比较重 那我觉得房间卖的香味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阿姨应该有尝一手 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吃啊 对阿 这就是黄金比例 2比1比1 两杯面粉加 两碗面粉加一碗黑糖加一碗水 还有一小匙的化粉 就是黄金比例 制作黑糖糕的黄金比例 那没那么简单 其实黑糖还要过筛 面粉还要过筛 然后蒸的时间也要有 其实这些我们都知道 因为上网查就知道了 可是我没有告诉孩子 对阿 那孩子就知道了 我们这一次做的 一定是黄金比例做出来的黑糖糕 他们就迫不及待又要做了 这一次他们就说 分组做跟前面一样 那这一次是大家抢着做 之前是没有人要做 因为你要负责成败 这一次是大家抢着要做 每一个人都想要去参与奖 那分组就让每一个人都去讲一下 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用那种动画盒 当作两杯 他们就用动画盒当作两杯 就两杯面粉一杯黑糖 加一杯水 所以就做出来了 就让他们做的这个时候 成功的时候 就让他们做完的时候 蒸出来之后 我蒸就是比我们第一次 包括我做的那一次 还要好吃 蒸就是还要好吃 那他们也觉得说 那就是成功了 就是成功 那本来我以为想说 这个时候再跟 再引孩子 跟前面那个梅菊做连结 就知道了说 一个黑糖糕就是一个丸子 我们就 就 主题大概就可以收尾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也期末了 就可以收尾了这样子 就是知道说 后来我想说 再引孩子引到 黑糖糕那要怎么保存啊 然后就跟那个梅菊 那个做一个连结 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园长 就发给各班 一张这个 就是那个华山基金会 他就是每年到一个半年 他就是会发起这个 就是会给 就是爱心捐款啊 帮助老人啊 可以那个 就是让他们有一顿好吃的啊 或者是可以过一个好年之类 这样子的 那时候就发给小朋友 那小朋友都会很好奇 拿到不一样的东西 平常通知单 他们拿到来也会问我这样子 除非说一些戏剧的什么 他们知道 那这一些他们就问我说 老师这是什么 那看得懂的孩子 他就会看到人 那看图片 他就看到 一个阿公这样子 他就问我说 这是什么 我就跟他们说 这是因为 那个就是 希望你们可以捐一点钱 爸爸妈妈可以捐一点钱 让这些老人 就是没有家人的老人 可以让他们有一顿好吃的可以吃 或者是让他们可以有 一个好的穿着 或是居所这样子 还是有人可以去他们家定期送便当 招料这样子 那他们就说 那可是 我们也没有钱 怎么捐 那我就说 老师没有这样怎么捐 你们可以拿回去给爸爸妈妈看 那爸爸妈妈如果愿意的话 他们就可以捐钱这样子 那这个信封改捐钱过 这是我们班上救我的老师 他就说 那我们可以去卖黑糖糕啊 因为我们之前 上学期那个月的主题的时候 我们到后来期末 我们就是有 请各班的老师 全员 就是来我们 主题介绍的时候 来我们班上参与 那他那个时候 就有一种 就有一点觉得说 东西原来是 是可以跟别人分享这样子 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可以 要带给别人快乐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可以用卖的 我们就可以存钱 那我们存钱就可以捐这样子 我心里就想说 嘿 对啊 真好耶 没想到孩子 可以把黑糖糕 马上做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一个这样子的延伸 我就说 也是可以哦 那我们要 你们准备要卖黑糖糕 那我问你们 你们会什么 如果客人来 你们打算一块卖多少 那如果客人来拿钱给你 你要怎么样 你会找钱吗 你会算吗 他们就说 因为那时候当生大班嘛 他们就说 呃 我会算 有个孩子就是 算数能力 他就是比较好 那因为我们是私有 我们有很多孩子都会 都有在外面读习 尤其是身上大班 他们就会在外面读一些 补数学啊什么之类 所以他们就都会算 就是有一些孩子不是全部 那我想说 既然是全班系的活动 我希望就是孩子的值 就是至少 大部分都会算这样子 所以我就在学习区里面呢 开始放进了一些加密币 加个钱币 那让他们在学习区里面 去预备这样的能力 我说好啊 那你们要会算钱 那你们打算一个卖多少 你必须要去讨论 然后要去做出来 所以他们就开始 那一阵子我们在学习区里面 他们就每一个人 就开始有个人是卖便当啊 有个人就自己在那边算钱啊 一块钱可以变成 几个一块钱可以变成一个五块钱啊 还是他拿多少 要有的是能做互动 就两个人两个人这样子 那有个孩子呢 就自己 他们会问我 老师哪一个字怎么写 你写给我看 那时候他们的房写能力 已经开始有了 所以我就会写给他们看 他就跟我说 那我的黑糖糕 一个要卖十元 所以他就叫我 他就跟我说 叫我叫他写这样子 就是写给他学 他就写 那有个孩子就会 两个两个这样子合作 他们就在学习区里面 去预备这样子的能力 这是他们的动力 因为他们准备要捐钱 要捐钱给这些老人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大 很感动的地方 因为孩子他们有这样子的心 他们已经开始知道说 除了自己之外 你知道他去爱别人 他们有这样子的动力 让他们可以说自发性的 就去学习 那这样子之后啊 因为我们孩子就是讨论很热烈 那你知道大半孩子 他们就是已经开始都会说啊 然后会分享啊 只要一学习区活动起来 有时候即使是下课时间啊 他们也都会一直讨论 一直说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 就有让别伴的老师听到 他们就很好奇 就问我 问我说你们单上做什么活动啊 小朋友怎么那么热闹 那时候我就想说 对哦 其实这样子的活动 为什么不能迫及到全员呢 所以我就去点孩子 如果那天卖黑糖糕 只有我们一摊 你看你们家 你看我们那个市场啊 或者是街上啊 卖东西 如果只有一摊在那边 你们会觉得怎么样 你们去逛市场的时候 或者是去逛中正路的时候 如果只有一家店 你们会怎么样 就说很无聊啊 逛那一家就没有 我说对啊 那如果你请人家 要来买的时候 如果有很多的选择 很多店要我们逛 他们是不是会被我们逼越 他们就觉得对耶 那后来我们就去邀请 邀请其他的班级 跟我们一起共襄设计 那因为我们每一个班级走的主题 是不一样的 所以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我们有一个班级是走秀 就你看秀 你可以自由军团 然后进来看秀 嘿嘿 我就觉得喔 超好的 嘿啊 所以后来 我们就变成是一个 全员的主题大集合 嘿 那这一天 你看孩子都自己叫卖 他们就自己叫卖 来喔快来 那那天 几乎全员的家长都来了喔 就在我们的 就在我们的整个操场 还有我们的教室 就全部都用上 然后我们全校的师生 都一起参与 对 那家长也都来 他们都觉得喔 好高兴喔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活动 这就是义卖的情形 还有搓搓乐 小朋友真的最爱搓搓乐 欸 嘿啊 其实搓搓乐里面的东西都不是很直接 可是他们就是真的超爱搓搓乐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有一个班级就知道抓住孩子的心 结果搓搓乐让我们玩这样子 这是孤带的啦 那最后我们的所得 我们就真的去捐给了爱心团体 嘿 当我们看到爱心团体喔 就是收到我们的一点点 其实就是很微薄 但是我们觉得那是孩子的心意 嘿 然后呢 让孩子们自己去捐赠 那看到这些爷爷奶奶 因为我们每年 我们 我们学校都会 在启蒙的时候 都会到老人之家去 我们就发现说 第一次去的时候 同届的孩子 第一次去的时候 看到这些老人他们会胖 但是当我们第二次 第三次去的时候 孩子看到这些老人 他们会主动 就我们如果说 啊这更也很难啊 吃吹背啊 我握手啊 他们就一点都不成熟 甚至有人都还会想着 吹完这个阿公 不去吹另外的阿公 那我觉得 其实这就是 现在的孩子所欠缺的 那我也觉得说 我没有想到孩子 会从一个小小的黑糖膏 把他父母这么大的一个意义 这个黑糖膏 本来我只是很单纯的想法 这样子 赴米他们这么大的一点意义 那那个时候 我们在制作黑糖膏的时候 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还有一个他们就是很自发心的 因为我们要卖嘛 就我们要卖的之前 我就有孩子说 我们星期一要卖 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做呢 他们就说星期五 可是有孩子就说 不行 放到星期一会发霉 因为三天四天就会发霉 那我们不能让客人吃不新鲜的回去 那很感动的就是呢 有很多孩子 就是有好几位孩子 他们自愿星期日到学校来做 而且我们的家长更是配合 那星期日呢 就带着他的孩子 真的大孩子喔 那就是到学校 那我们就做 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做 那做完之后 就是等他们去 星期一来学校的小孩 他们就负责 把我们抓 那就会让我们感动说 孩子因为这个感恩爱 跟社区做连结的行活动 让他们觉得说 他们很自发心的 不需要我去规定 也不需要我去说 而且是他们给我的 是他们提起来的 他们主动说起的给我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主题的 开始引导 其实就是老师 老师你知不支持这个主题走下去 但是在 就是一开始是老师 可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啊 真的就是孩子在带领你们学习 因为我们在孩子身上 就会去看到很多 我们大人做得到的事情 看到很多孩子那种精神 是我们大人现在 已经被慢慢逍遇到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些 捐给了安心团体 那孩子就很高兴了 就做了一个 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想呢 这样子的举动 还有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在孩子里面啊 他们已经升职了 其实将来 他们到了小学 我想说他们那种心啊 应该也都会 会一直保存在 那他们就会 以后如果有相同的经验 到了小学有相同的经验的时候 他们一定很快就会 跟幼稚园去做一个连接 这也是我们一些孩子 所欠缺的 好 那我今天就分享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也是跟早上一样 也是跟判判有关的 对吧 也是跟孩子 进行跟判判有关的一个活动 那 其实 我在 一开始拿到这个课程的时候 简报的时候 我眼睛一亮耶 你知道吗 我都看那个前面 其实 我觉得这个课程的亮点 就是在那个前面 一开始 那后面有 也去用小小孩的行动力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帮助别人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 最前面就是那个 一个去探索 怎么做出成功的开唐膏 这个经验 让我觉得 是很棒的一个经验 那其实 我觉得在进行判判这个 我觉得 很多老师想要的就是 我说一个步骤 然后就直接 就是教孩子去做 可是在这里呢 老师是 耐助性质的 然后甚至呢 他甚至是提取 小朋友的旧经验的 他有让孩子的旧经验去做千尼 道心的 孩子已经有做过什么披萨的经验 然后孩子会用这样的经验去做 然后老师也让 让他们真的事去做 所以我觉得 攀判好像就是 真的是要去实验 其实我很少煮菜 但是 我觉得现在 真的很要感谢那个运错口 这样子 就是下个拜已经六点了 然后 就拿他给马上想说 我今天想要做什么 然后马上一看 然后 就是开始把那些食材拿回来 就好像开始要做起实验来了 然后就开始把那些食材都买好了 然后就丢下去解释 而且有时候真的是成功了 然后呢 我现在也觉得说 哎哟 怎么能够好吃 因为我是不常恰属的人 然后我把它当作煮菜 好像是一种实验这样子 我也会很期待这样子 然后我煮完之后 都问孩子说 还不好吃 还不好吃 然后呢 小朋友就说好吃 因为 那不然可能就没有下一餐很好 那我觉得 嗯 老师没有记得要给孩子答案 所以其实孩子自己在发现 他们在煮出来之后 他们也实际吃过 看那个表情真的 那个小朋友之前那表情 就是怪怪的 他们自己也发现无法入口 然后 其实他们也很想知道 我的答案 我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那 嗯 嗯 我觉得攀认这个真的要有心理所分就是 你要让孩子去探索 对 有可能你的桌子会弄得很慢 但是我觉得 不经过这个无搞消搞的过程 嗯 嗯 我会觉得 嗯 他们会对这个食材 可能呢 会更有更多的认识 包括他的特性 食材的特性 所以 给孩子 多一点时间去探索 接触各种食材跟器具 比 你一开始都去交纳 黄金比例啊 步骤啊 嗯 可能会更有意义 孩子的学习 会比较深化一点 这样子 对 那 我一直在思考说 我们都很想给孩子成功的经验 但是 失败的经验不重要吗 对 我觉得这个失败 失败 呃 来自成功之母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因为有失败 让孩子更知道他 他会对他所觉得 会更有印象一点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老师不急着 告诉孩子答案这个 真的是很难 真的老师没有急着 让孩子不断去探索 老师他们最后有把他们这样子的探索 就是记录下来吗 就是 怎样做出好吃的黑糖糕 有把它记录下来 对 因为那样子以后就可以交别班 或比班人要做的时候 就换他来交他们 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 我们昨天一来就赶快勾选 我们要必吃的那个美食 就那家店家就 我们就说我们是某一家的 因为听说那是最在地的 对就是最开始的 然后那个主人就拿了四家 祝你吃吃看嘛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在竞争 那你可能觉得最最最最传统的这一家 或许新的也不错吃 所以我们呢 我们六个人就能品尝 那四家的黑糖糕 所以我吃起来 我就觉得都很好吃耶 好吧 那 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 老师让孩子的做成品 拿去给人家品尝 然后别人的建议 我觉得也是 他们要做改善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就你们给园长啊 还有学校里的一些其他的老师去 然后 然后老师也有一些建议 这个对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有比他们这样 很好的一个重要的线索 去改进这样子 其实我之前在 我们在观察国小夫 又也有上过 类似跟食物有关的 我们是上那个 实在好自然 那 这个实在好自然的课 那个教案也有在 今天早上 楚冬老师介绍的这个网站 就是 幼儿教育教育中心 这个 这里也有 所以其实老师你们讲到 那个默菌啊 食物的保存方法 我都很有感受 因为我们也是透过 我们那个面粉发酵 然后发酶 然后去讨论到 食物怎么做保存 那因为我们 我们吃多元族群的 我们爸也有阿姆族 跟布姆族 所以我们当时又请了 家长说 那你们阿姆族的 食物保存方法是什么 然后还有布姆族的家长 做烟群法 他也 对我们就可以 透过不同的族群 他们怎么去做 食物保存 再一个面 像个年代 这些食物 你要怎么去做保存 还有客家的 食物保存方法 所以这是上学期的课程吗 这是下学期 下学期 然后他们也要毕业了 对 然后没办法可以再做 一个深入的 一个探索这样子 那 所以我马来就想说 诶 推荐这两个网站 然后今天早上一天 有介绍这个网站的 那我觉得会有另外一个网站 不晓得老师有没有 有没有进来看过这个网站 这个也是不错的 教育部的标开 可以来进来参考教授的一些 那 这个网站 他 就是很紧急的 教学卓越奖 那 这个网站呢 也收入到我们 有一些幼儿园组的一些 教学卓越的 那个课程 对 那其实这也是老师 以后如果你想走的 某个课程 可以来进来参考 教授的一些 优质的课程 这样子 好 那 这个是标端也看学习某站 这样子 可以推荐给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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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